1994年,出生孔家的二小姐孔令伟,在台湾省去世,此事惊动了长期在国外休养的宋美玲。 宋美玲不顾自己96岁的高龄,乘坐专机,从美国飞往台湾,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20多年的国民第一夫人,竟然为了个小丫头,再次飞回家乡。 孔家二小姐的葬礼隆重又奢华,到场的人非富极贵。 可见这位千金小姐生前的地位有多高,宋美玲在葬礼上痛哭流涕,事后还为她料理,只不过孔二小姐留下来的巨额财产,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,更是揭露了她一生的贪婪和腐败。 那么,为何宋美玲会对这个孔二小姐如此上心?她又是什么来历呢? 小熊,每天带你了解历史中不为人知的秘密,欢迎订阅我。 这个孔二小姐,名叫孔令俊,在家排行老二,母亲是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大宋爱玲,父亲是四大财阀中的孔氏家族,继承人孔祥熙。 这样的出生背景注定了她的不平凡,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,也让她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 当初之所以取名林俊,就是希望这个女孩长大后能够聪明俊美,成为真正的大家闺秀,令字就是美好。 俊字代表漂亮,然而孔令俊的一生可谓完全辜负了这个名字的美意,不仅没能接受好的教育,还放浪行海的生活。 小时候,孔祥熙送她去学院,她随手带着棍棒,到了十岁已经成了有名的设计高手,因为孔家家大业大,攀上宋爱玲以后,接触到了军火生意,专门供给政府,军队部门,家里的仓库,有各式各样的枪支,弹药,这些都成了二小姐的玩具。 枪支弹要玩腻了,起码,开车,就提上了日程,十三岁开着汽车上道横冲直撞,惹得百姓非议。 孔令俊布满众人背后嚼舌根,竟带着一帮人到街上在青天白日下打架斗殴,在学校里,更是带着一帮年轻的小混混挑唆内斗,一桩桩一件件,让学校在她的身上操碎了心,毕竟她的背景不是谁都能惹得起的。 即便孔令俊干了再大的事,父母对她都十分骄纵,别说在学校里,即便在家对于帮拥,她也是想打就打,想骂就骂,嚣张跋扈的尽头,落在孔祥西眼里,是个性,是傲娇。 别的女孩子房间里不是漂亮衣服,就是玩具画像,而她的屋里却放着男性的皮鞋和西装。 还买了四五个昂贵的烟斗,哪怕外出,孔令俊也是一直男装打扮。 她这些诡异的操作,不仅没有得到阻止,还得到了大力赞赏。 宋爱玲认为女儿有父亲当年的风范,是孔宋两家的珍宝。 孔令俊嫌弃自己的名字太过女性化,将俊改成尾,她认为长大后必然能登上尾人的地位,有这么有骨气的孩子,两家真是高兴,得何不隆随。 性格不俗,打扮超群,孔令伟的出格事情远远没有结束,十二岁那年成了她人生转变的契机,那一年她生了重病。 宋爱玲因为要照顾其他孩子忙不过来,宋美玲就出现在孔令伟的病床前,对她呵护备致。 为了减轻她的痛苦,宋美玲命人剪掉了她的长发,给她换上短裤短袖,这就是这一次的形象变化,让她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新的认识。 宋美玲与孔令伟的渊源 孔令伟的病被宋美玲照顾得无微不至,她意识到自己的男装比女装好看,于是当着所有人面,剪掉了橱柜里的裙子和女性衣物,自己开车带着司机和佣人去百货商场买了十好几套男装。 命令他们以后见了自己要喊二少爷。 她的行为让所有人都很疑惑,但却得到了宋美玲的夸赞,她认为自己的这个外甥女将来必有大出息。 1927年,宋美玲和蒋介石结婚,两人的结合是中美关系的进步,也是钱权交易的体现。 宋美玲为了帮助蒋介石掌权,动用了所有的关系。 孔令伟见状跟小姨的关系更加密切,也在她的手里得到了更多权利和地位。 得到了权利,这个二小姐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,在合作抗日时就下了命令,夜间近火,为的就是防止日军开战斗机轰炸建筑。 然而孔令伟不仅开着汽车,晃着两个大灯,还肆无忌惮地闲逛,此时激怒了住房的士兵,孔令伟喝了酒,不管不顾地踩下油门,直接将阻拦的士兵撞伤,并且扬长而去。 这种行为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满,得到强烈谴责后孔令伟有些慌张,大家都在为抗日作斗争,他却撞伤士兵,天理不容,为了能保住性命,孔令伟找到宋美玲哭诉,还将脏水全部泼到士兵身上, 宋美玲没说什么答应帮他,其实在孔令伟来之前,他就得知他为事情的真相,宋美玲给了被撞士兵家里一大笔的抚慰金,还出席辟谣的审判会议,这才压制住了舆论的画风。 这件事刚过去,孔令伟又出事了,他心血来潮地穿上女装去街上闲逛,正好碰到了云南军阀龙云的儿子龙绳,曾在调戏女生,气不过的他替女孩出头,直接打了龙绳层,龙绳层一时之间没认出来,便对他语言挑衅,可当孔令伟掏出手枪的时候,龙绳增下瘫了,孔令伟并不敢杀他,对方是个有势力的人, 自己要是惹了瘫,怕不能收场,但枪已经掏出来了,要是不放两下对不起这个场面,于是孔令伟对其他的群众放了好几枪。 为了震慑住龙绳层,没想到角度没有拿捏好,重伤了三名老百姓,这下激起了所有人的不满。龙绳曾怕给父亲招黑,不仅给了他们一大笔钱,还派人送到了家,但孔令伟却开车逃离了现场,如此对比,又让孔令伟陷入舆论。 这次,孔令伟没有犹豫,还是跑到姨妈那诉苦,并希望姨父能够真的替他报仇,关押龙绳曾,但抗日战争在即,龙云的部队被整编,都在前线打仗,怎么可能伤害他的儿子?孔令伟虽然没得到想要的答案,但在宋美玲的帮助下,他也没收受到惩罚。 孔令伟的胡作非为,让宋美玲有些担心,长大了,谁会要这样的女孩做媳妇,将来怎么样才能幸福美满?这些事,他都替孔令伟操心。 蒋介石得之后,就派专门的人帮助孔令伟找婆家,这时候,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,让胡宗南娶了孔令伟。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亲信,这要是能亲上家亲,岂不是最好的?蒋介石一听非常赞同,可胡宗南却根本不想娶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,但蒋介石的命令必须听,为了能摆脱孔令伟,胡宗南尽显知难风范,第一次见面就带着孔令伟去森林散步。 整整走了两个小时,孔令伟穿着旗袍和高跟鞋,跟军人出身的胡宗南根本没办法相比,一双脚磨起了很多泡,胡宗南看到后不仅不关心,还嘲笑他气体差,气得孔令伟脸都白了,随后两人去吃饭,胡宗南准备的只有一块大饼,孔令伟连吃都没吃就跑了,并发誓再也不会跟胡宗南在一起了。 胡宗南的危机解除后,孔令伟又看上了林世良,林世良是个浪荡公子,知道孔令伟家大业大,于是花言巧语骗了他,得到了发财的机会,还走私军火,戴笠知道后直接抓了他。 孔令伟跑到蒋介石的家里,又哭又闹,希望救出情郎,但戴笠明白,一旦放虎归山,自己不仅没命了,以后还不知道林世良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,于是将他直接处决了,得知林世良的死讯, 孔令伟心如死灰,再也不找对象结婚了,做生意挣钱,成了他的主旋律。 他利用父亲孔祥熙的人脉,在利用姨妈姨父的权利,短短几年拿下了所有的市场份额,将业务扩展到了美国,在那里有专门的人打理,挣到的钱全部归了孔令伟自己,1949年解放结束。 孔令伟跟随着宋庆龄来到了中国台湾省,为了能重操就业,宋美龄建立了云山大饭店,专门送给孔令伟打理,孔令伟中饱私囊,私人账户挣到钱,多于他上交的两倍,随后又开始开设医院,酒吧,什么能挣钱他干什么,因为他的地位和政治背景,没有人敢将他怎么样。 即便蒋氏父子退出历史舞台,宋美龄赶赴美国休养,孔令伟还是在台湾省混得风生混得风生水起,所有的政府药员都要给他上供,1992年,孔令伟被查出生患癌症。 在台北的医院里,疼痛难忍,即使这样,他也没给过别人好脸,对护士和医生非打击骂,但这次所有人都不愿意惯着他,没过多久,医院的人一听去照顾孔儿小姐,谁都不愿意去,为了能尽早出院,孔令伟花了大价钱请人做手术,可是并没有成功,病情一度恶化,没过几天就死在了病床上,享年75岁,他死后,宋美龄第一时间从美国飞往台湾省吊丧。 宋美龄对于这个外甥女十分怜惜,在葬礼上极度哭晕过去,伺候过他们的佣人都表示,两个人更像一对亲母女。 宋美龄亲切地称孔令伟是他的福星,当初日军在松户会战时,想暗杀宋美龄搓一搓蒋介石的锐气,却因为孔令伟的捣乱救了他一命。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,宋美龄格外疼惜他。 孔令伟死后,他的财务得到清点,个人账户里放着一、两亿美元,手里还有多处债券和资产,大约在二、八亿美元,这也足见生前他有多贪婪,只是最终这些资产全部归了他的姐姐孔令伟,对于孔家来说,或许这些钱并不算什么,但对于其他平民来说,这是几辈子的财富。 感谢观看